跑日下的十分猛烈 車輛經過水花漸起 甚至看不太到後面的車 行車記錄器全變成霧茫茫一片 不過就在這時駕駛突然煞車停下 也趕緊閃雙黃燈提醒 但後方轎車還是來不及反應直接撞上 不只這裡來不及後面也發生追撞 日刷直接噴飛出來 一輛白色轎車還差點打滑 後方車殼被撞落掉下來 好幾輛車全撞成一團 國道警察貨爆後趕緊前往救援 19號下午4點多時 國道3號北上91.4公里處竹林路段 後日來得又急又快 而且雨就像用到的讓駕駛視線不佳 又加上沒有保持安全距離 導致一輛撞一輛 內線車道裡接連發生五件追撞車禍 總共13輛車受到影響 嚴重的甚至車頭凹陷保險感沉碎 裡面零件還掉了出來 也因為這連環追撞造成路段大塞車 花了將近一小時才全部排除 共造成現場五人輕傷 經檢測駕駛人均無酒駕之行事 未來一周因為太平洋高壓增強 各地溫度回升 天氣也將逐漸穩定 大部分為多雲到晴的天氣 雖然水氣開始減少 但西半部地區依然會有午後雷雨 或局部短暫鎮雨的情形 也提醒民眾 下雨天騎車開車都要更加注意 速度傍慢並與前方車輛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 TVBS新聞城市明蘭亭新途廠報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